大家记得大量进场的时间点是78块 这张股要更便宜 40几块 而且它又要化身为台电的CORUS的供应链 这个就很像是大量第二 未来我相信会成为CORUS的全新的妖股之一 欢迎来到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坚持直选金品股 并且是最能掌握股市金品股的 真日宗分析师老师好 Amy好大家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9月最闪耀的三颗星星 就是郑老师带领家族会员赚大钱的大量 精湛跟磕脚 9月我们是大获全胜了 那么现在正式的进入10月份了 最闪耀的星星郑老师已经精准锁定好了 所以投资人千万要好好的把握 不要让赚钱的机会溜走咯 好如果你现在是收看我们YT频道的 请你先看到上面的画面 有一个QR Code有没有 这是国师达人正恩宗老师 免费LINE的官方账号 赶快把它扫起来 那么如果你是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 来ID加起来 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在你的LINEID上打上我们的ID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赶紧加起来 跟好跟紧了10月份 你就会是在股市中最闪亮的那颗星星 好马上来进行节目了 时间交给股市答案正恩宗老师 好的那目前我们录节目的时间是12点42分 那指数大概涨150点 但其实在今天的美股收盘 就台积电ADR又跌了2%多 所以大家可能在开盘前会有点紧张 就是说台积电前一天跌4%多 隔一天跌2%多 两天ADR就跌了大概7% 对就担心今天的盘了 所以大家可能想说台积电股价完蛋 那可能指数台积电一跌 指数又要跌个白点 是 结果 你看今天台积电是不是 是涨的 是红的 目前就涨在16 7块 对 那我昨天我昨天怎么讲 我说前一天辉达跟台积电跌 我用这个PowerPoint的一个图卡 就跟大家讲说 是因为中国 他要求中国的企业不要去买辉达的AI晶片 但我有解释 我说他这个不是下禁令 但这个有点像是道德劝说 我就说你们就多用国产的嘛 要发挥发展自己的国产的AI晶片 所以不要去跟那个回答买 是 问题是他没有下禁令 他也不敢下这个禁令 那这些中国企业呢 其实追求的就是CP值嘛 当你可以用比较实惠的价格 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比较好的AI晶片的一个效能 你会要去买中国的 所以呢 大家都说要爱国爱国要买华为手机 结果iPhone一上市也是大牌上龙嘛 嗯 没错 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我就说其实 挥达现在能卖给中国的晶片本来就很少 嗯 就算你全部都不买影响10% 其他的产品也会递补上来 是 那更何况 也不可能不买 所以我说对台电的挥达的影响 其实真的很有限 嗯 我认为其实根本没有影响 但股价有没有跌 有真的有跌啊 对 ADR4%多2%多两天跌大概7% 那台电昨天也有跌 但是我昨天我就告诉你 就是说跌一天就差不多了 嗯 所以挥达在今天早上 美国收盘挥达的股价已经翻红了 台电还是跌嘛 嗯 就你看啊 今天台电股价就没有跌了 对 这个其实都在预料之中 是 因为我就说再来10月17号要发说 嗯 可预期的第三季的营收获利 一定都有预期 嗯 第四季的展望 因为PC也上来 消费性电子也上来了 然后 这个手机也上来了 AIGB200又正式要出货 所以完全没有悲观的理由 所以昨天外资卖的一truck的台积电 我相信在这边陆续要回补 哦 所以不只是会回到千元之上 会回到千元之上 嗯 我认为10月17号之前 应该一些压保的行情 压保法说行情的资金会陆续进场 是 所以回到千元之上 超过1020去挑战 1080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 嗯 我相信是有这个机会的 今天才10月初而已 对 10月1号 刚开始 对 还半个月的时间 让他去挑战1080 我认为这个是有机会 好 所以跌一天真的就差不多了 嗯 所以我昨天说 跌下来是给你的机会 对 没错哦 当然大家会嫌 你就说台电实在是有够慢 嗯 嗯 就算从现在涨到1080 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大概10% 嗯哼 玩起来不够刺激 要刺激的要玩什么 要买他的供应链 嗯 比如说3167大量 是 那 昨天最高151涨7.5% 创这一波的新天价 嗯 就今天 早上高点来到149 我因资料的时候 嗯 然后 现在嘿嘿 又来到了152块 又突破了昨天高点 是 有再创新高纪录 是 那 我们当初几块进场 我们是78块进场 没错 那时候我花了好长时间告诉你 台积舰的供应链 是台股最强主力 是 花了好长时间告诉你说 这个大量的CORUS设备 才刚刚开始出货 给日月光 嗯 法说有提到说台积电 他也有出 是 日月光 他也有出 对 他的CORUS设备 我一直强调现在叫做进行式正在出货 嗯哼 明年这一块会比今年 要翻三倍的量 是 然后我今天在盘中文章我又强调是 我说未来台积电的发展的重点 嗯 叫做先进封装 是 因为自成的萎缩他有物理极限 他没有办法一直萎缩下去一直萎缩下去 那已经到极限 嗯 嗯 所以台积电他要克服摩尔定律的一个障碍 他用先进封装来克服 嗯 这是唯一的方法 嗯 就是把 那个电晶体把它堆叠起来 2.5D、3D的往上堆 嗯 用先进封装把它包起来 是 所以现在属于叫做COWERS 那明后年会有一个过渡的算辅助的叫做FOPLP 散除型封装 嗯哼 后面终极目标叫SOIC 是 很抱歉 大量 这三个全部都有 所以我才会说我看到他就好像看到 今年元月份我就说6640的 军华 当时一月份的时候股价148块 嗯 一直涨到8月份涨到1080元 凭什么涨那么多 就是因为 他打入了所谓的台积电的COWERS供应链 开始出货 营收年增率超过一倍之后 嗯 你能想象说一月份你能想象说那时候买一百多 已经是从几十块钱涨到一百五已经涨了一倍了 是 那时候你能想象说从那个位置他要再涨六倍上去吗 所以 同理可证 嗯 今天大量 COWERS设备 刚刚开始进入一个拉货阶段 明年要成长三倍 是 后面还有FOPLP跟SOIC 我估计明年赚超过10块后年就15到20 嗯 所以这样的成长轨迹我相信不输给均华 是 那现在 大量的价位跟今年一月份的均华不是差不多吗 嗯 不要看现在好陡好陡好陡 对真的 其实你回到一月份的时候 均华的股价也是涨这个样子 就从几十块涨到一百五也是一样 嗯 但是你能想象后面 七个月时间他从一百五涨到一零八零嘛 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台积电供应链的威力 是 所以台积电 又要回到我常在讲这张图卡 比如说台积电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 2020年 五千五百亿 是 那之后九千六 1.16兆 九千七百亿 然后今年大概一兆 明年大概上开1.2兆 嗯 所以数字就是如此 是 那过去的资本支出很多在于 制成的萎缩 现在变成主要在 先进封装 嗯 那先进封装很多工业都在本土 嗯 所以才会造就这一波什么 红树星云万润 君华君豪 涨到一个外太空去 对 涨到土星 冥王星去 嗯 所以事实上就是如此主流就在这边 所以我就说你买对主流才能事半功倍 没错 什么叫事半功倍 嗯 七十八块 如果你买十张 大量 到今天赚七十三万 是 买五十张可以赚三百六十五万 如果说你买一百张可以赚七百三十万 哇 真的 财富不止翻倍 接近是财富自由了 对啊 到今天一百五十二块已经赚了大概九十四%了 是 那为什么要算这个给大家 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有客户 就买一百张 大户 嗯 大户 真的就是你当初七十几块买的 你的本金其实也就七百多万而已 嗯 到现在已经赚了七百多万 哇 几乎就是倍速直接翻倍 嗯 那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台电的供应链 未来这三到五年 我认为就是获利是翻倍翻倍的跳 嗯 那另外金站 当初买八二四 对 短短两个礼拜不到时间 嗯 总共五根涨停卖一路喷到一百二十二块半 全部获利出金 这一波的吸力操作也是赚了四十六% 嗯哼 也是大户出金 对 然后另外一档科匠 四十六块买 嗯 也是一路喷四根涨停卖卖在一百一十四块半的高点附近 对 总共搭转三十八块半 也是高达五成也是一个多礼拜 是 所以刚刚我们就说 如果说九月份CORUS的三星 对 叫做大量科教跟金站 那科教金站分别赚四五十八获利出青 是 其实今天股价还是很强 嗯 以金站来说目前涨大概有三四% 是 科教部分早上涨到大概有九% 现在大概还有涨七% 对 所以你发现就是说当整个 CORUS的相关设备的涨势 从原本的一线股 红素 君华 万人 熏云 开始一路外移到所谓二线股的时候 是 就产生了这么多的标 标股跟腰股 嗯 原本是标股越长越凶 越长越凶就变腰股 成了腰股了 嗯 所以你就看这个大量的走势 是 吓死人了 真的 从技术面来看非常陡峭 瞬间哦 两个多礼拜时间从79块8大概80块钱 涨到今天152块 嗯 你能说他不是腰股 他就货真价实的最厉害的腰股 对 所以发现说 奇怪腰股都在这一区 是 就台积链 台积供应链我叫台积链 嗯 里面主轴又以先进封装CORUS为最主要的主轴 是 最强势都在这边 没错 那另外 上全 363上全 也是台积链供应链啊 嗯 你记得前天跌停板 对 那昨天我就告诉你说 因为前天跌停板是因为有谣言 说什么 呃 这个 NVIDIA 要把什么CPU的合作厂商从上全转 去中国的某一家企业 嗯 我就说那个是假的 我很负责任告诉你 那个是假的 那叫谣言 那叫空方谣言 嗯 谣言有没有效 他如果放空 当天放出谣言 当天打跌停板赚翻了 对 一根跌停板 嗯 他直接赚一根了 是 昨天先反弹一下 因为昨天大家以为要放三天嘛 嗯嗯 哦 那昨天先反弹个大概两三% 对 就今天呢 刚刚最高 涨到192块半 涨了8.1% 嗯 所以是不是把这个前一天跌满 其实又通通涨 对 没错 所以我就说 这种假的利空 以我的经验啊 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是 这跌下来是要给你买的 嗯 你不要想说 啊 紧张兮兮完了 是不是有利空 长期趋势 不会突然间出现短线的利空 没有这种事情 是 所以就说主管机关真的要好好的去 查一查这些 就是说三不五时 透过 通讯软体再放一些 似是而非的利空消息的 嗯 那个对股价真的有影响 是 但是 如果你 你对于机有面的了解够深入 你就知道说 黑洞购 对 你不会受它影响 是 是 甚至逢低再减 对 所以一下子 你看又谈回来了 嗯 第四季会出货 LPO的产品给台电 明年CPO陆续要出 而且明年会 否台积电的需求 会有大扩产 是 所以我相信 maybe明年这时候回头一看 搞不好股价又涨不止一倍去 嗯 所以这个很快就会涨回去 好 同样的华欣光也是啊 是 礼拜 呃这个 前天嘛 嗯 今天是礼拜二嘛 对 是上礼拜五 嗯 跟着上全一起打下来 创高拉回 就今天 又涨回到153 最高涨了大概有5.9% 嗯 那刚刚不止哦 涨到156 嗯 这边涨大概有七八趴了 嗯 那156的一个价位 其实跟 上个礼拜五的高点 159块半 其实也没差多少 嗯 所以 其实基本面趋势好的股票 一定都会涨回去 嗯 因为呢 他目前手上有一堆集单 是 以及 第四基金如旺季 9月份营收往上跳 10-10月份营收会整个大好上去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个早晚都是要喷出的 包含3450的 联均 联均也是一样 是 那刚刚 盘中最高也拉到193块 嗯 那礼拜五的高点是202都是跟着上权一起被打下来 嗯 400基的这个部分是开始进入一个大出货的一个时期 嗯 9月份营收会加速成长加速创新高 嗯 这个股价没有道理不创新高 嗯 好 所以其实你看光通讯CPU 他们都是所谓的矽光子联盟30一家的成员之一啊 是 都跟台电有密切的合作 嗯 所以这个早晚都是要大涨 嗯 市长就说你资金怎么绕都绕不开台积链的部分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啊 嗯 然后呢 我说 呃 9月份 CORUS的 3星 对 我们再复习一下 是 3167的大量 就这一波 台股 最强腰股之一 没错 从大概不到80一路飙到今天152块 对 几乎是第一名了 然后4542的这个柯教 是 这一波一路的飙到114块半 对 然后2070的金站 嗯 这一波一路飙到122块 对 那金站跟柯教 都是台积电的CORUS相关设备 订单外溢的一个题材 是 就金站是帮红素代工嘛 嗯哼 柯教师帮加登代工 是 所以同样的道理 再来还有很多订单外溢的标股要出现 嗯 所以今天我们陆续做了一个全新的布局 是 比如说今天大概在10点出头 我们就布局了一档 最新的15XX 诶 诶 买完 嗯 现在也是亮灯手掌停 哇 现在一根掌停了 一出手就是掌停板 没错 郑老师一出手变支有没有 那他呢也是 刚刚跨入CORUS的一个设备的场 嗯 那 而且他是刚刚发完CB 在9月份发完CB就可转债 是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上市公司 现阴增资或者发可转债的目的是什么 嗯 目的 就是要 扩产 是 那为什么他敢 募资扩产 因为他 已经看到订单了 嗯哼 所以通常股市我想就是说大家 顺便给大家一个机会教育 就是说 当你看到某一些公司 是 他没比他宣布要扩产的那段时间 可能股价会时间压抑一下 嗯 等到比如说定价完或者发行完之后 通常股价就会拉上去 为什么 嗯 因为市场会看好就是说后面他要扩产 代表他会有新的订单 是 等到产能扩充出来之后呢 那营收就会一路往上飞 嗯 通常这股价都会大涨 是 好 所以回到刚刚我说这个UXX 他不只跨入CORUS的设备 而且刚发完可转债 正式要进入一个大扩产的阶段 而且当初 大家记得大量进场的时间点是78块 嗯 算七几块 对 我们算80好 是 这样股票更便宜 嗯 40几块 真是人人都买得起 小资族更要买 而且他又要化身为 开店的CORUS的供应链 是 所以当初 大量 其实我们买在七几块钱 其实他前面是从大概四五十块涨上去的 是 所以这个就很像是大量第二 未来我相信 会成为CORUS的全新的妖鼓之一 是 那他是我们CORUS的10月的双新之一 哇 今天的两档布局之一 是 另外布局另外一档是64XX 六开店 早上也是九点多布局 嗯 结果也现在是首长庭 又亮灯了 都是现买现赚长庭 对 那同样的他跟金站一样 他会有CORUS设备的代工订单 是 然后 也是刚刚发CP 可转载 也是要进入一个大扩产的阶段 是 所以他会跟刚刚的E5XX一样 会变成CORUS的全新的两档 新的妖鼓 哇 最闪亮的两颗星星 一档是四十几 一档是七十几块钱 都很便宜 都跟当初的大量一样便宜 甚至更为便宜 是 那同样都是CORUS的题材 打入台电的供应链 嗯 我相信10月份 最新的两档妖鼓 就跟当初的金站跟柯教一样 是 还有大量一样 大量金站柯教叫 9月的CORUS三星 是 10月CORUS双星 这两档你一定要跟上 准备好了大资金还可以多买几张 怎么跟上来老师 所以你要布局就是要买主流 CORUS供应链就是主流中的主流 是 所以大量金站柯教之后 10月双星 64XX 15XX 10月份的最新妖鼓 一定要跟上 怎么跟上 很简单 就是你听广播来电 跟跟我说 我要跟郑老师399 好 那看网路的节目的 加入郑老师的LINE 私带郑老师399 是 我们就带大家买 10月份最新的两档妖鼓 带大家在未来三个月 力拼全力拼 99%的绩效 好 谢谢老师 10月份来了 妖鼓也来了 郑老师准备好了 我要跟郑老师399 三个月带你创造99%的目标获利 郑老师免费LINE官方账号 先加起来 来咨询我们的399 如果你是听广播的听众朋友 LINE的ID赶紧记下来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不知道怎么加入的 直接打电话 最快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国师答案 周瑞宗老师 谢谢美答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